带您关注经过两天的协商 东南亚外长会议发表联合声明 但是完全没有提到南海仲裁案 只有轻描淡写地表示 尊重南海航行的自由 外界解读这是东协十国向中国投降 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更进一步地表示 仲裁案已经结束 要各国不要再炒作南海议题 东南亚国协十国外交部长 25号终于向中国妥协 在联合声明中只轻描淡写地表示 尊重南海的航行与飞行自由 并呼吁各国自我克制 在中国压力下 柬埔寨在会议期间 不断和其他国家唱反调 最后菲律宾让步 联合声明对仲裁案只字未提 东盟方面明确表示 东盟对菲律宾前政府单方面提出的 这个仲裁案的 采决不持立场 王毅还进一步表示 南海仲裁案已经结束 呼吁各国不要再炒作这个议题 明显针对派遣航母在南海巡航的美国 这一页已经翻过去 那么 由仲裁案引发的炒作应当退烧降温 美国国务卿凯瑞也在25号抵达辽国 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会谈 凯瑞在南海议题上谨慎应对 只提出温和主张要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应该尊重国际法 和平化解争议 外媒分析中国在这场南海攻防战中成了最大赢家 好人新闻 正好报道